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242 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属于赵子类股 因为花月要有碳权交易所 所以赵子类股最近热闹滚滚的 还有一些碳权交易的软体 碳权交易的软体 碳排查这些的 上贵股票是属于观光类股 观光类股 上贵股票观光类股当中有一支股票 叫汉莱美食 汉莱在南港台北市南港的 他有租了一个大楼 跟台北租了一个大楼 成立了汉莱饭店 这个饭店不错 刚成立没多久 刚开幕没多久 大家可以去看看 所以汉莱美食这个股价 似乎不错 这支股票似乎可以注意 好 那我们来看 融资予额持续在上涨 融资予额持续在上涨 今天融资予额来到了2212亿 不管是大盘涨或跌 融资予额都是一直持续的上涨 那散户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 那最近9天增加了176亿 比6月中到7月中的143亿 还整整多了30亿 所以说表示说大家 这个散户仍然不管挡跌 大凡的挡跌 仍然持续在往上冲 往前冲 好 那这个就是等于 大凡比较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 大凡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可以再周也可以复周 那涨的时候融资予额可以促成 这个股价持续上涨 那跌的时候就会杀得很凶 那我们说这个指数 目前我们来看 还是一样持续在16600点 到17500点之间做相形震荡 这个股价持续在这边做相形震荡 因为上档的卖压没有那么快 容易消化 要持续不断的不断的消化这些卖压 才有可能再往上突破 那我们说炒作 这个股价的炒作 股价的炒作呢就是三部曲 第一个就是要有非常动人的故事 就是提材提材发酵的时候呢 这股价呢就开始大涨 那股价涨了以后呢就会有这个需要面对现实 涨了一阵子以后就需要面对现实 这时候碰到营收公布 营收公布如果不如预期的话呢 那股价就会陷入整理回档 那等到再来的话呢 盈余公布 万一这个盈余公布不漂亮 或者是亏损 那这时候更糟糕了 股价就会开始下跌 就像昨天的这个智原 昨天智原记家 今天信心也都反映 就是公布的盈余不如预期 不如过去的六季过去的七季 都创过去六七七的新低的时候 这时候股价就会反映出来 好 那很多投资人在问 那这个为什么大盘上涨100点 但是我的股票呢不动如山 这个样子 很重要的原因是选错股票 股票不是说 不是说你买的摆着 然后他就会涨 不是有些股票呢 他可能不动的时候呢 可能整整的一段时间 半年都不会动 那美国 在之前 美国有一个这个投资人 叫做尼克拉斯大法斯 他发明了股票相形理论 这个股票相形理论呢 替他赚进了200万美元 那时候很很早 差不多1950年 560年时代 就是 是五六十年前 那时候的200万美元 非常非常多了 那就是等于是现在亿万富翁了 帮他赚进了200万美元 他用的就是这个股票相形理论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 一档股票 如果死气沉沉的 他没有兴趣 他要的是那个会动的股票 假设我们来看 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如果说他平常是在45到50元之间震荡 那他都不管他 突然哪一天 他来到了50元这个箱子的顶的时候 箱顶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注意这档股票 会不会突破 如果会突破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 他的比喻是很有趣 他说 这个 一档股票 如果平常你看他不会动 突然间呢 他怎么动了起来 这个就好像说有两个女士 一个本来是很风骚的 一个很豪放的美女 他如果说跳到桌上去跳舞 我们不会觉得兴趣 但是如果说本来一个橘子很高雅 很尊贵的女士 他突然间跳到桌上去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搞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这个就跟股票一样 平常不动的股票 突然间突破了他的箱形 来到了箱形的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特别注意的时候 所以你要买的股票 就是要买这种股票 会动的股票 不是说你买了摆了就没有事了 买了摆了没有事 有时候他可能会跌 而且你买的是个弱势股的话 他根本就是 动的可能性很少 所以要找这种会动的股票 这种强势股的股票 那才是你短线可以操作的股票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灵阳创新 灵阳创新今天收了掌停板 我们在7月25号前天 前天我们就已经在TG跟大家讲 我们提醒大家 这个灵阳创新动了 灵阳创新已经动起来 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故事 他已经突破了箱形的顶了 开始动起来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 那灵阳创新 7月25号前天 我们在TG上告诉大家 准备要动了 今天果然今天就涨停板 那事实上灵阳创新 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在5月29的时候 就已经推荐客户买进了 推荐客户买进 那时候只有不到100块 不到100块往上突破了 那而且这段时间呢 突破以后呢 他又整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又是一个重新 在开始的时候 重新可以介入的时机 这是灵阳创新 好 那他做的呢 他是做网络摄影机 人机界面的装置 那这个都是跟未来很有关 跟未来的这个元宇宙 穿戴装置 或者是说这个云端设备的 这个都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一个未来性的产品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炎阳 我们炎阳这支股票呢 我们是在7月14号的时候 156元买进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涨到了218元 那涨幅有40% 炎阳他是 他是合作集团的 合作集团 我记得是合作集团 那他用的是智能制造 他这个炎阳他的设备呢 他可以用智能制造 智能销售 智能运输 智能医疗这些 都跟这个intelligence 跟AI的 AI有关系 好 那这个呢 就沾上了这个AI的边了 好 那我们7月14号推荐 到目前为止 涨幅有40% 这个 这个 这支股票呢 仍然持续的看好 因为这个 阻力呢 应该还没有出货 因为他的量没有特别的放大 这量表表现的非常的沉稳 没有特别的放大 而且最近呢 他被关紧币 被分盘交易 5分钟一盘 5分钟一盘的话呢 那交易当然自然的交易量就会少 那通常啦 这个最近这段时间 市场上在流行 被关紧币的股票呢 是越关越大为 表示说 这个股票呢 在关紧币的时候呢 他的股价绝对应该啦 不能说绝对 应该不是他的最高价 表示说他关出来以后 这个股价仍然可以有高点可期 好 那我们这个宏基资讯 已经之前推荐的时候 在6月营收创新高的时候 推荐大家买进 连涨了50停板 所以这支股票呢 是可以 仍然可以持续注意了 因为他的营收创新高表示说 这个创新高通常不会说 只有一个月创新高 然后下个月 就没有下文 通常就是会有蟑螂效应 比方说这个月创新高 你下个月还可能创新高 在下下个月还可能创新高 这个就是蟑螂效应 那这个样子表现呢 他股价就会跟着水涨船高 好 那这个星云 是我们之前持续推荐的 103买进 在TG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103 那到目前为止呢 涨到了今天来到了220.5 220.5 哇这个涨幅涨到一倍以上 好 这支股票呢 因为它是台积电先进制成的供应商 那跟台积电的这个优良的供应商 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台积电的先进制成呢 一定少不了星云 那四季钢是我们一再推荐的 我们说四季钢他是一个 就是说他的业绩呢 在未来的几年呢 会持续的这个持续的上扬 因为前两年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呢 所以缺工 所以他的业绩落后了 那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这个和缓了 所以那个他的这个进度赶上 进度赶上的时候 他的业绩就会持续的上扬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之前推荐的时候呢 那时候还不到110块 那目前来为止呢 已经来到了160块以上 160几块 那那目前呢 仍然是可以长线仍然 中长线仍然是持续看好的 好 那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档 这档呢 是一个新的挂牌的股票 他叫华友翼 6877的华友翼 他做什么呢 他是做全自动半自动 全自动的检验车量测的系统规划 全自动设备的规划 还有AOI AVI 机械视觉的规划 半导体品质检验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这个电子 电子这个产业 不可缺乏的这种检验的设备 那那今天呢 呃表现的很好 那突破了这个短期的这个下降 压力线下降趋势线 那股价呢 仍然会有高价可及 因为他是这个挂牌 新挂牌的股票嘛 所以交易的时间很短 那筹码还非常的稳定 那唯一的小缺点 他的量不大 量不大 所以你买进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而且呢 你要买进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看有没有隔日冲 这个隔日冲的这个导弹 他们隔日冲的前一天买 然后隔天呢就9点15分之前呢 就把这股票杀在那边 杀下来 那整个主力的布局 都会被破坏了 好 那我们讲的这些 我们讲的这些股票呢 讲的我们讲的这些股票呢 那个投资人 你应该会很好奇嘛 还可以买吗 什么时候可以买进 这支电话 这支电话记起来 打电话来 跟着老师一起做 跟着老师一起做 那可以让你节省很多时间 那节省你挑选股票的时间 那你的技巧也会变得更好 那前几天 昨天应该是昨天 那有一个这个朋友 有一个投资人 问我说 这个建策还可以买吗 那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真是一个好的议题 建策散热族群是前一段时间 非常热门的这个股票 那他们的股票还可以买吗 我在TG上面曾经贴出来 一个贴图 就是那时候伺服器 AI伺服器很夯 技术升级 散热的技术升级 然后这带动了散热族群的翻身 就之前股价不怎么样 都纷纷大涨 那包括有哪些 包括广应 其红 建准双红 还有建策 这五支股票 我们来看现在他们 6月25号那时候 6月26号那时候 我贴出这篇贴文 那他们那时候的本益比 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涨幅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广运 他的本益比来到51倍 其红27倍 建准29倍 双红21倍 建策30倍 这是这五支股票 他们目前的本益比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虽然他们都有利多 各个都有 各个的利多 譬如说双红 双红他是灰达的 唯一的供应商 散热的唯一供应商 因为他磨的时间 他十年磨一件 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投入了 散热的研究 就请IBM的工程师来台湾 跟他们技术转移 然后他们就做出水冷式的散热模组 这个就是现在AI伺服器需要用到的 所以他现在变成 亏达的唯一的供应商 水冷式的散热供应商 还有还有什么广运 广运他是亚洲唯一经过intel认证的 散热模组的供应商 他的散热的效率可以达到千瓦 一千瓦以上 所以以后AI的厂商 譬如说微软 徽达或者是intel这些 他们可能都会用到 广运的产品 那建策他是生产一个散热均片 散热均片是他供应给AMD超微 然后徽达也会使用他的产品 所以就是这两大强权 都会用到建策的产品 而建策他也跨入水冷式的散热 所以基本面来讲 他们都持续 他们有持续升级的利多 但是很重要的 基本面的利多 就是会反映在股价上面 我们来看股价本身说什么话 这是最准确的 来看股价本身说什么话 现在散热族群还能买吗 现在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建策 建策我们刚刚讲说他的本益比 本益比是30倍 那他现在的股价是呈现 他的股价呈现是这样子 就是股价创新高 股价创新高 但是他的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股价跟指标的背离 股价跟指标的背离 而且我们看 这里有一条 没有画出来 是一个颈线 他的股价已经跌破颈线了 所以就是一个 单尊头的头部套牢在这边 所以他跌破颈线 所以这个样子 他跌破以后 580元不能守住的话 他就会直接往500块钱来测试 所以目前来讲 建策他的股价形态 他是这几只股票里面最弱势的 所以如果你想买建策的话 一定要暂停 一定要暂停 因为他整个技术面没反应完毕 这个股价仍然是偏弱势的 仍然是偏弱势 所以还需要再整理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颈线 他已经跌破了颈线 跌破颈线 指标跟股价背离 指标跟股价背离 跌破颈线 然后如果说往下测试的话 就会来到500元的关卡 好 双红 双红他跟这个建策也类似 他股价创新高 股价创新高 但是这个画面挡到 技术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就形成了股价跟指标的背离 股价跟指标背离 而且他前天形成了一根空头吞噬 我们说空头吞噬 他是短期的K线反转形态 他的威力可以延续5到8天 这5到8天之间 他的股价通常都是弱势的 除非主力他很凶悍 直接一拉就拉到了 长黑的 长黑线的2分之以上 再继续往上飙 这样子的话股价才能扭转劣势 要不然的话已经注定了 这5到8天他就是弱势 会持续在这整理 整理完毕以后 如果还有什么样的利空的话 那可能就会持续再往下走 好 那再来 这是股价跟指标背离 好那齐宏齐宏也是一样 齐宏他的股价创新高 但是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也是形成了股价跟指标背离 这种股价跟指标背离 我们就说这个是属于空头的形态 空头背离 空头背离 然后他的股价我们可以看到 他股价在最近形成了三个十字线 三个小小的十字线 这个股价形态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在K线理论当中 是叫三颗星星 三星如果说再配合一根中长黑下来的话 那他头部就形成了 目前如果说万一未来几天 有一根长黑下来的话 那他的头部就形成 那这个背离的话呢 就会更明确 那股价就会往下修正 那这个广运 广运呢 他的股价呢 是创新高 广运之前非常非常的强势 好几天天天涨停板 那然后呢 现在来到了这个100元以上呢 形成了股价创新高 但是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也是一样形成了股价跟指标的背离 好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那而且呢 他在这个地方有形成了这个空头吞噬 空头吞噬 所以现在目前呢 他是K线反转形态 他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要买的话呢 要稍微等等 那见准 见准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见准这支股票 那个因为他的融券额很高 融券额到目前为止有7100多张 那券只比有51%左右 那因为放空的人呢 大概是在102元左右 放空很多 102元到现在呢 是都是被尬空 那如果说阻力够凶狠的话呢 他会把股价拉到165元以下 就强迫这些放空的 100多元放空的呢 要强迫他们回补 那个时候呢 阻力就很高兴 落袋为安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之前讲的 为什么见准 他的这个融券额这么高 主力很可能利用这个融券额 这个拉高 拉到160元以上呢 就强迫这些人 就回补 回补完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大功告成 就可以不管了 那这个是见准 所以见准目前看起来呢 是好像股价稍微强势一点 稍微强势一点 好 那这泰塑 泰塑是前几天比较强势的 但是目前呢 也是显现出来是 一个这个夜星的百类 就是夜晚的星星 那这是K线的反转形态 那这个短线反转 然后这个 就短线的话 对他可能就是上涨比较不容易 那尼德克超重 这个比较没有人气啊 这次股票买的人比较少 那就是但是他的线型呢 也是不漂亮 已经形成了这个短线的这个头部区 这个长角十字 这个十字线 这个上下影线很长 长角十字 那这个是一个这个 这个负面的 是一个空头的这个这个象征 短线的这个空头象征 所以这次股票呢 你要买还是一样 也要再等等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呢 就是这个散热模组 散热族群他们的表现 散热模组 但目前为止来看呢 就是大概都不太适合介入 因为他们都已经反映了 反映了而且这个股价跟 都已经反映了很多的基本面 股价跟技术指标呈现背离 而且呢 我们在讲说8月14号之前 所有的公司呢 要公布第二季的季报 所以那时候万一如果说 这个季报表现不良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像这个资源一样 一下就杀到跌停 就是反映出来这个季报不如预期 就是下跌就在盈余公布的时候 发酵炒作一阵子以后 到最后总是要面对现实 那就是公布云 然后股价就下跌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要你鼓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请将影片分享给你所有想 想学投资的朋友 我是古博士袁仲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能到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多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